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治療醫療詔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元醫生最近的話題上 大家都在看新冠狀病毒的疫情 搞到不僅是香港 全球的人性都是人心惶惶 各個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中國首先第一時間 發現了疫情嚴峻的時候 立即封關,封了武漢 然後用他們的處理方法 然後聽到德國那些人 美國呢 其實我們早前都解釋過 其實他們有了這個病情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但為什麼呢 相對來說 他們的死亡率好像比較低 就是這些 近期又看到 德國也是以封城 14天這樣來 希望可以控制到病情 這兩天呢 又看到意大利 意大利發出來的資料 又突然之間 患病的人數就極增了 而那個死亡率也是飙升了很多 那有一些說呢 又說他們服用那個 退消消炎藥呢 就好像出了問題 而在英國那方面呢 就好像叫一些 年青人啊 那些什麼 就是患病 你們不要來醫院了 那 那 那首相 都覺得說 我們應該是用那個 集體 就是產生那個 免疫能力啊 那樣的方法呢 來處理這個 新冠狀病毒 這種的毛病 那其實 這些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可行性呢 袁先生 以你臨床經驗上 那我們起碼呢 我們看到 現時的發展 那個去到的現象 剛才你說 我們早期 中國 中國就採取了一個 很嚴厲的措施 封了整個城 那麽接著呢 全國呢 都是差不多是 要那些人叫做 在家裡 不是 要出街 那餐館呢 就全部呢 就是關了 那只能夠給你去外賣 那也都有一些 大部分地方呢 都實行呢 就你只能夠呢 就派 出街買東西 那麽就輪流去 那麽家呢 可能會 每三天 那麽就派一個人去買下菜 那麽 那麽就是中國就行了 這個的 這個措施 那麽可以說呢 全世界最嚴厲 那麽好了 那麽 那麽 數據上呢 已經看到 即是似乎呢 就發生了成效 那麽起碼 感染的數字呢 就越來越 減少了 那麽 那麽而且 還有人呢 那麽 那麽 還有死亡數字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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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那麽 去到其他國家 其實最明顯的是 早期就是意大利 以及伊朗 是爆得很快 而死亡的人也很多 而相應在其他國家 例如美國 其實已經很多資料 已經顯示到 這個疫情 新冠狀病毒 起源地 那個零病人 其實應該是美國出現的 但是有很多資料 關於軍人運動 那個軍人為何在中國病毒之後 突然間就專機送他回美國 又不是給他媽媽休養 普通感冒未必休養 但不是專機送他回美國 接著這五個軍人的下落不明 現在世衛已經開始要求 公佈當時365位軍人 在中國做了什麼 那班軍人是什麼的背景 為什麼他運動的金牌 拿得這麼少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知道美國以前那幾年 拿多少 我又未看到這個數據 可能美國以前拿很多 美國在運動方面 無論任何的 他們都有一定的成績 但是比起今次 好像一天零獎牌 又真的有少少令人詫異 大家都知道在世衛會 以前美國拿最多 現在都是最高的 美國過去軍運會拿多少 雜誌我未看到這些資料 總之說他少得離奇 排36、排36、35 很不尋常的現象 網上也有些資料 是追蹤有一位女兵 她應該是第一位 在這裡找她 在外國網上已經有人 開始打開搜索網 希望其他觀眾聽眾 幫忙來審查追查下去 你看到現在多方面的說法 很多很多 也有些最新的說法 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病毒真正的起源 是5G的開始 5G的科技 進而提及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人類很多的流甲 是跟我們電器的科技 電池長波、雷達網 電報的早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電報開始 電話開始 引發到第一個流感 而且很多流感 都是跟太陽系的 電池長風暴 有直接關係 很多這方面的記載 有些天文猴家 都已經說了出來 關係是怎樣 包括當時的 香港的流感之類 其實都是跟我們 人類的電池長波 當然 第二次世界大戰 開始有雷達出現了 普遍的雷達 也引起當時的流感 那些疫情 有人開始這樣說 其實這次應該 跟我們新的5G科技有關 其中一個理據 原來這個資料 我最近才能看得到 原來在1918年的時候 那個流感疫情之間 他們做了很多研究 其中一個是把健康的人 把健康的人 把他被捕在一個有病的人 在一個房間找他一輪 發現那個病菌 是傳染不到給他們的 他們沒事的 還有他們神經 是把那些有病的馬 用布袋套著他的頭 當然他有氣、噴、口水 都噴進去 然後把這個布袋 扔在其他健康的馬 後 發現是傳染不到的 這個當時是 原來在世界大戰 當時的 交通工具 是不太快的 所以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都解釋 其實很多地球的疫症 流感、瘟疫 其實跟我們大自然的 電磁場波有關 其中他有提及 我們圍繞地球的 叫做Van Allen Belt 其實這是電磁場波 某個現象出現了 令到這個 這個農罩的Ionic Sphere 這個磁場波 是受到困擾 所以就導致地球 很多這樣的疫症 所以這方面 都有人開始說 還有一種 也都聽到 有些人說 這個是一種 一種故意的陰謀 因為現在地球 經濟的問題 根本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現在各國的債務 是多到 根本是一個大的爆煲 那怎樣砍爆它呢 要找一些藉口 有些人說 其實這個疫症 是其中一個藉口 製造大恐慌 然後就是地球經濟嵩 總之 這樣就解釋了 為什麼會爆煲 就不是說 全球撇障 不用玩 其實這些事情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聽到很多 也有些外星人的說法 我的朋友 Moon 他在飛碟會 他就傳這些資料給我 其中一個對話 原來是2019年6 是 他就說七姊妹 星座裡面的訊息 給Billy Meyer 是 Billy Meyer 是一個地球的 所謂的contact team 就是跟外星人接觸 他就說 到2020年 美國的經濟就會大崩潰 美元就大崩潰 他就說 不只是這個 他就說 接下來就會有海嘯 有地震 加州就會大災難 他說 這個地震應該在Oregon 對海的海洋 那裡開始 影響整個 三藩市 羅產 很多這些地方 全部就會差不多 分裂 六層 甚至乎 美國內戰 很多這些 從而而起 所以說的話 是很多很多的 由最近這件的 新冠狀病毒 很多人都開始發表不同的意念 當然了 我們說回 在醫療方面 我們看到 不同的國家的手段又不同 我們在意大利 最近好像剛剛收到的資料 他就說 有人指出 為何在意大利 死了這麼多人 對 突然之間 飆升 和死亡率 真的很高 原來發現 原來他們當時 用一隻 非雷固醇的招牙藥 NZ Non-steroidal Anti-Infermatory Drug 那這隻呢 叫什麼名字呢 那個呢 他們就是叫做 Ibuprofen Ibuprofen 它的名字叫Nufen 其實那個學名就是 Ibuprofen 那這個呢 就發現 原來這個 那個藥呢 其實就是 一種招牙藥 會 招牙藥 會裂到肺炎病毒 更加能夠容易 進入我們身體的細胞 進行複製和繁殖 所以大家 但是香港人呢 很喜歡去日本買 買一些成藥 買這些成藥 以為這些 他只是以為日本的 以為民間的那些荒藥 其實不是西藥來的 好了 終於揭露了那個 一個事實 就是 當時呢 為何意大利 哇 突然之間死人死得這麼厲害呢 原來呢 是跟那個治療的手法有關的 那這個例子 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呢 我在我們 在1918年 其實最嚴重的那個流感 就是1918年 那個世界性流感 死的 總之的人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 死亡大概五千萬左右 有些人說都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當時被發現 當時為何很多人 是死的年輕人 不是老人家的 不是年幼的 也不是長者的 相殘 是那些年輕人 年輕的士兵 其實最後呢 被人發現了 好像大概1993年 有一位醫生 就開始發現了 原來呢 一種的退消藥 就是阿時不寧 是對一些流感性的高消 或者感染呢 尤其對年輕人的 用這個阿時不寧去醫 這些退消藥去醫 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後遺症 這個叫做Ryess Syndrome Ryess Ryess 這個病的嚴重庫重呢 就是患這個病的人 差不多死亡至近一半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解釋了 為何當時1918年 是這麼多人死 以及為何死的人 是年輕的人為主的 根本就是你用的醫療方法錯了 是 是 好了 你們看到 在英國 你們看到他們官方的 當時採取的處理手法 其實這個冠狀病毒 其實都是沒有藥醫的 是吧 所以我們採取的態度就是 讓我們身體 群體慢慢有足夠的人 受到感染 就會出現群體的免疫 這個病就會消失 所以英國大概打算用這個手法 但很多人一聽到這個資料 就計算數 英國有七千萬 八千萬的人口 如果用感染率來說 好像R0等於三個 一個一個全三個 他有人計算過這條數 當他是感染大概四天 感染一次 整條數就會有很多人受感染 但跟著就有一個死亡比率 用那個早期的數據 就是2% 在世界各地比較少 加上當時的中國湖北總鎮區 多少少 大概2% 他說這樣算 就會死幾十萬人 或者幾百萬人 立刻害怕 他說有沒有搞錯 要死這麼多人來控制他 一般人的理解就以為是這樣 沒錯 既然他沒事做 那就有他慢慢群體免疫 很多國家的做法 包括美國 其實都是在走這條路 美國其實很明顯已經有了 只不過他就不會當他跟普通的流感分開來看 亦都沒有任何測試去測 當然了 流感是很多人感染的 一般都是很正常 但亦都有一部份人死 每年死幾萬人都認為是正常的 既然沒有藥醫 那你怎樣去阻擋他呢 你好像武漢那樣阻擋 你知道現在都不能繼續下去 全世界每個國家可以封城 什麼活動都停頓了 肯定死的了 就是流感不整死你 你自己整死自己 所以這樣的做法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在無奈之中採取的 那中國為什麼採取呢 因為中國始終很多人 就已經是眼釘釘地看實你中國 找藉口來襲襲你 你什麼事情你沒事都會被人襲襲 那如果你當時呢 不是採取一個這麼強硬的措施 可以說歷史上沒有試過的 雖然但亦都有人說他做得遲啊 之類的 但你能看到呢 中國呢 早期呢 那個死亡人數呢 在湖北省是比較多些的 但是呢 在其他的省 譬如在廣中省呢 就沒有那麼多的 那你能看到呢 是很有趣的現象呢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呢 他們那個死亡人數呢 是是不同的 就是同一個病 是不是 現在不能夠說這個病已經變了 變了變了 變了變了 那個殺傷力不同了 其實也都不是這個原因的 總之呢 你看到現象呢 是意大利死了很多的 伊朗也都死了很多的 好像差不多成9%那樣多的 不是一般的平均的2% 那麼中國呢 武漢啊 早期呢 也都比較多的 多過2%的 但是現在就減少了 但是中國有些其他地方也有少的 新加坡也有比較少的 台灣也有比較少的 那麼香港也有比較少的 那麼 當你一看到呢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有這種很有趣的現象呢 就是其實呢 那個死亡數據呢 是因地方而異的 OK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要了解了 其實整個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呢 好啦 我早期呢 就寫了一個建議書 有朋友叫我寫一封建議書給人大 還有那個政協 那麼我就寫多給他的 那麼我就是 很簡單啦 因為字句不可以太長啦 那麼我都提出呢 那個其實那個問題那個 那個在哪裡呢 那麼當然一般的 一般的感冒啊 流感啊 就是經常發生啊 周期性發生啊 歸候性啊之類的 那麼當然呢 也都沒有人說是 是和那個電池牆的 我們人類的那些電池牆的活動的 有關啦 那麼最近開始有提出這樣 起碼我們在互聯網看到這些 新的資料啦 好啦 那麼 那一般的死亡率 大概是0.1到0.2 即1000個死一個兩個 那麼但當時那個新冠狀病毒呢 大概是2%的 那麼20倍喔 那麼20倍都是不是少的 都是挺厲害的 那所以當然呢 就會有一種浸含的影響啦 那 好啦 那 那 但是呢 那所以我們就會產生這些 這樣的 那種的反應啦 那好啦 那 有一個常聽到的官方 經常說的一件事呢 這件事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一個問題的真正的根源來的 就是這個整個病的那個關鍵事呢 是關於這個的這個的資料的 這個資料呢 它是說什麼呢 它說呢 這個新冠狀病毒呢 好像一般的 一般的流感都是一樣 是沒有藥醫的 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 所以 我們就應該說 沒有藥醫的 那我們就慢慢咬咯 嗯嗯 有什麼事就是 就是 希望它足夠的人 受感染 是 那你記住呢 一般的人呢 在一個意識形態上呢 一聽見某種病沒有藥醫呢 它它趕緊相當呢 就是說呢 它以為呢 一般人常以为有病就看医生,看医生,吃药就会好的 如果是没有药医,就是死的了 其实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性 他所说的一件事其实不是事实 但最重要是一般人的理解也绝对是创的 OK,好,刚才我们也提及过 其实是不是真的没有药医,一染到就死的呢? 这一节时间我们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回来会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能够彻底改变新冠病毒疫情的武器 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治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能够彻底改变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武器 袁先生,上一节我们说到一般人听到医生说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就没有药医了 大家的意识上都觉得没有药医 一验到真的要死了 其实是不是真的没有药医呢? 还是有些东西隐藏了呢? 其实他所说的那个说法 其实就是应该是简单是没有西药医 就是不要说没有药医 是没有西药医,OK? 好了,当时我在那个去人大那篇 那篇简单的建议书里面 我解释其实问题是哪些呢? 一本很简单的坊间的书 这本书我们在2018年 都要跟大家很详细解释了很多书的内容 这本书叫做《药都不能吃了吗?》 作者是船赖进戒 他是一个记者出身的 他写了很多环保的资料 这本书原来不是普通书 他是日本亚马逊网络书店五星级的评级 他说这本书是《让你倾福你对药物贫法的认知》 他这本书其实第四个chapter 就讲了问题的根源 他说是,真的没有药医的 只是没有西药医而已 但问题呢,大家也听过 我们经常都要用一些感冒药 经常都讲一讲你有感冒药 这是一种感冒来的 好了,他这本书是第四章的 他提及呢,他说呢 他的问题是出现哪里呢 他说,我们经常都企图用感冒药 这种感冒药是自不好感冒 反而抑制治愈的反应 让那个疾病慢性化 好了,原来呢,他说在日本呢 这种感冒药是自好感冒药的 如果这种感冒药出现,就会被视为 这种感冒药是违法的不当的标签 即是那个标签法 即是那个标签法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 但问题呢,你看一下呢 现时的治疗的手法呢 其实主要都是用什么呢 都是用这些所谓的感冒药 是的,是的 那这些感冒药呢 其实呢,已经证实了呢 是会令到那个感冒的病情 会更加恶化 令到这些这样的引起呢 很多的死亡呢,是会增加的 但是最重要呢 亦都跟我们昨天所讲的呢 那个类似症候群呢 嗯 其实你已经看到了 就是企图用那个非磊固醇的 Ibuprofen 是 这种这样的退消药,消免药 那其实呢 就是导致这个问题的 那个死亡是多的原因 是,更加深了病情 是的 那他说呢 他还有说一样东西呢 他说一样东西 你想也想不到的 他说呢 吃多感冒药呢 它有一个风险的 就是这个什么风险呢 就是会令到你挪患肺炎的危险的 那就是说呢 那你经常说呢 这个肺炎啊肺炎啊这样的 但其实呢 那个问题呢 就是这些感冒药做出来的 那个副作用来的 是 那你看看标签里面 一些有提及的 那个气喘啊 这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所谓肺炎的 其实最基本的那个 那个表面症状呢 就是气喘啊 便秘啊 口干啊 舌醋啊 这些全部都是 異常的副作用的 嗯 那他说呢 这些感冒药呢 上面已经说完了 是 那还有这件事呢 你看到呢 他经常说呢 就是很多人都打算 用过 找过 那个流感的疫苗嘛 是 是 那他就经常说流感疫苗 那他第五章呢 他就说流感 流行性感冒的陷阱呢 就常常呢 就想着呢 是那个用过疫苗的 希望产生过疫苗 那但是你知道了 在历史上 那么多年来呢 无数的不断的的的的的 科学研究呢 是不断在这方面 钻研了很久呢 其实还没曾产生过 一次产生过 有效的流感疫苗的 ok 那所以这本书呢 是非常之值得 去大家去看啦 那就是 就是 还有呢 他说流感疫苗呢 他有一个很 一种劇毒的 一种是一种很 很严重的副作用呢 就会产生叫做 Garry Berry Syndrome 嗯 那现在暂时 就已经有 有些科学家呢 包括中国大陆 就说呢 要产生了这种 这样的疫苗了 那大家也知道呢 在19大陆 1977多年呢 在美国呢 曾经也是出现了 那个流感 那当时福达总统呢 都是叫那些人 就打你疫苗針 打你疫苗針 那香港有很多人打的 那打了疫苗針 之后呢 那问题很多很多的 那所以呢 那你看一下呢 今次下去呢 又说有疫苗出现了 那这样 那之后你看到 整个问题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 中国早期呢 都是企图呢 是用西药 都是企图呢 就是由 找一只 比如说三千多种的西药里面 找一只 可能有帮助的 那所以不断呢 都是这方面 找的 那希望找到的 那还有呢 就不断呢 就是有人在做製造疫苗 那这样 那过去就说 一年半左右才找到的 找到都没用了 因为找到呢 疫情已经 已经过了 通常过去的经验 就会过的了 那 那还有呢 就算找到呢 那个病毒呢 都会变的 那所以整个 新冠状病毒 其实真是他绝绝得新的 你过头找完了 他下次另外一种新的 出现了 那所以根本是 没成功过的 过去没成功过的 但是他继续用这件事 那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背后呢 都是什么呢 是浅作怪 OK 因为始终呢 在中国都要看到 就是网上看到的资料 要去处理一个 新冠状病毒的病人呢 是花费大概是80万元人民币的 OK 那之后呢 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那里呢 那班医院是用这么大的资源去医治他们的 是 那就是 就是对 就是简单来说呢 每一个病人进去呢 就等于80万元的收入 你记住 就是他不是说 他没有钱给免费帮他医治的 是 是中国政府出钱的 是 就是医院是不会虚钱的 他只会赚到钱的 那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动机呢 是企图再试一下用这些方法 因为这些方法是贵的方法 那贵的方法就是赚到钱的方法 那相应来说呢 其实呢 那问题呢 那问题的中心在哪呢 问题的中心就是呢 你始终一直是用一些无效的方法 就是你用一些 那这本简单的 所谓民间的书 已经讲完事实给你听 是 发生什么事 那问题在家里已经讲完了 你始终是坚持呢 用一些无效的方法 你坚持呢 就慢慢跟别人说呢 是没有药医的 那事实上呢 是不是没有药医呢 当然不是啦 是没有西方的对抗性医疗 那些化学药物医而已 在自然界有无数的治疗的方法 无数的有效的治疗经验 是一向都有的啦 那所以我在那个建议书那里呢 我就简单呢 就先讲讲 那个全世界最害怕的流感 那当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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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呢 是有很多同学疗法医院的 那有一位医生呢 Dr. Macauland 他呢 他呢 就去 去 找了那些 当时医院里面的那些 病人的那些记录 那是大概是1931年做的 1921年做的 流感是1918年 就是三年之后 他就找了 他又找了 二万四千 二万四千宗 在当时的西医医院 医当时的流感 所谓的株流感 那他发现呢 那个死亡率呢 二万四千宗里面的 死亡率是28.2% 是 就是相当高的 多过四分之一的 那多过现在 是 但是呢 他又找了另外 在当时的同学疗法医院 当时美国有很多同学疗法医院的 那 那边治疗的二万六千宗的 个案里面呢 他们的死亡率呢 他们的死亡率呢 只不过是1.04% 0.5%而已 差很远 因为当时很多医生还存在 几年之后 就是大家的同行 那他跟着呢 他就去访问这些医生呢 很多医生说呢 其实呢 在他们的用同类疗法 或者是顺势疗法治疗的病 里面呢 很多的死亡率呢 应该是零的 嗯 为什么还有些人死呢 他说很多这些人呢 是之前呢 是先看多些西医的 就是当时用了些西医去医过的 那才再用同学疗法 那所以有时呢 那些死亡率 因为这些这样的背景之下 就有人死的 要不然呢 接近零死亡率的 这样 那这个呢 是已经是公布的事实 就是这个一般的事法 是真相来的 所以不要再这样跟人说呢 是没有药医的 是有药医 不过呢 就不是用那些西方那些 对抗性的化学药去医而已 好了 那你再看看 那你说中国 那发生中国 那我说 为什么你不看中国的 中医那个 那个历史上 对于疫症呢 那原来你网上已经看到的 这次都不是我做的 是的 全部都说了 那他说原来中国过去呢 就处理过 那350多宗 那些瘟疫 那样 成功地处理的 中药就是那时候没有西药的 对不对 是 而在那个沙士期间 十三年前呢 那在广州呢 中医医院的邓铁徒 中医国医 那他呢 就领导了一班医生呢 他就处理了731位 和730多位 当时的沙士病人的 那他当时是零转戒 零死亡 零禁验 零转戒意思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呢 很多医院呢 就不同等级的 有些是重症的 有些呢 就是美琪去搞的 那很多医院呢 就是搞不定呢 就可能转去第二间医院的 那零转戒就是说呢 就是全部搞定了 是不是 就是什么症都好 轻症重症都是自己搞定了 是不用转戒了 是不是 那零感染啊 然后你看一下 现在经常说 这医生去医院的时候呢 哇 自己感染了 是的 他是零感染啊 那就是那群中医呢 那些全部是老中医来的 老人家来的 又忘了他感染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前方去做 不知道啦 但是他肯定有办法呢 是做一些东西呢 预防自己的 就是受到感染的机会 受到感染也好呢 不是代表一定会病的 就是大家的免疫能力也好呢 你完全没有症状 你都过了的了 好了 这个体度呢 差不多是100%的成功率 为什么我们中国 就是今时今日 发生了这些问题呢 又不是第一时间用中医呢 始终在后面才用呢 现在很肯定他会用的了 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在网上看到了 一篇一份的文章 很多人都可能接收过了 是一个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各地防治中药处方的回责 有成大概是有12间省级的中医医院方 由三大中医流派 十多位的国医大师和明中医教授 是编辑出来的了 所以你看到呢 很明显呢 现在中国的疫情受控呢 主要是什么方法呢 肯定呢 是大量用中药的 不是呢 就用西药 那当时呢 美其明呢 他说中西合璧 那他可能都给你闻一下氧气 给你吊一下针 那他都要当西医 那其实真真正正呢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疫情的扭转呢 是已经真是呢 中国呢 终于呢 是用回一些 就是大量用回中药的方法 那这个其中一个 就是由一个例子 我告诉你 根本有效的方法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那我自己呢 在一本书那里呢 是看到一个作者 是一位西医里的校 那个Douglas Campbell 那他呢 那他是第四代的西医里 那他就一直呢 是研究很多的自然医疗工具 那他发现在呢 在美国2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呢 很多医生呢 是用了一种光的治疗的 那这个光的治疗呢 他呢 就将一个病人的血 抽出来 跟着呢 就拿紫外线 或者红外线呢 来照一照 紫外线可以照他 30秒钟 跟着就 射到那个病人的血里面 那他发现呢 是 这种这样的方法呢 可能三四次的 很简单 是三四次的 那他就对那些 他曾经有记录了 成十宗的非典型肺炎 非典型肺炎 即是病毒性的肺炎 不是细菌性的肺炎 是效率100% 那还有其他那些 一般的那些肺炎呢 那治疗的功效100% 那将你的体内呢 就是你不要再 跟别人来说 跟这个 跟世界一般的人来说 没有办法 没有药医 没有办法医 这个是错的 OK 这个是绝对错的 关键就是这里 是吧 既然你的主流传媒 所有的国家的元首呢 说来说去 只是说这个方法 始终都不肯说这个真相 不肯说这些 敌史上的事实呢 就是引起这些 很无谓的恐慌 是吧 你说旁边是否有需要呢 我觉得旁边是有一种方法 是 起码呢 他们现在做法就是这样 控制住 拖慢它的传播 因为如果突然间一大爆发呢 医疗的床位一定不够 医院的设施肯定崩溃 没错 那些人就躺在街上了 那些人就躺在街上了 可以说自己更新的 自己靠自己的 那他现在的做法呢 就希望呢 是拖慢一点 那变成了呢 就我们的 目前那个 医院的设备啊 我们的仪器呢 就是有机会去处理 就是其实 他是在搞这件事的 那你说真真正正 是不是可以控制得到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立刻要看一下 那好了 那如果有人来说 那英国这样说的做法呢 是不是很不人道呢 其实未必是的 那大家 即管看下去 你看看美国 美国很大机会 包括都有的 只不过他就不会去事件 说出来 有几多是新冠状病毒 有几多是一般性的流感 是不是 就是他是不说的 那好了 那事实上他们是有 而不说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大件事 有没有大事呢 其实都没有的 是不是有 是有人死了 有几千人死了 有几万人死了 那一向都有的 是的 不会像大大震撼大害的 好了 那你看一下呢 那个 即不同的地方 现在对我所知呢 就是德国最近都是 采取封城的 就是禁计的方法 十四日 是不是 就是自己说十四日 因为你不做 都是被人捞到去死的 是吧 那你起码做了 有没有效 到时先看看 就是到时先看看 那就是我可以看到 那就是我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你基本上 你将来 即他怎样发展都好呢 你会看到呢 是这个疫情 在不同的地方呢 是会有不同的结果的 那结果是什么呢 是很视乎 当地的地方的人 是用什么方法的 嗯 好了 你都当是美国 美国呢 是不去强行去医 是 OK 即是捱得多少多少 我相信呢 死亡率是不会太多的 不会很多很多的 我现在可以预测得到 其实英国呢 亦都是这种手法 但英国呢 是有什么 有同学疗法的 是 英国的黄室呢 英国有五间同学疗法的医院的 那虽然多数都是门诊部 好像香港的中医 在门诊部 是 那其实呢 英国呢 是有 有成英国的女王以来 和英国的国立那个医疗保险呢 是包括同学疗法的 嗯 那你可以看到呢 到时呢 到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当然有些人死 但是也有些人是不死的 那我们应该呢 到时呢 就详细一下 再详细研究一下呢 她的死的原因 是不是和她的治疗的手法 是直接有关系 嗯 好了 那我预测呢 英国是用采掌这个方法 在美国都是用温和的 不会强行去这个方法 新加坡其实都是这样的 那最有趣呢 就是看下 将来看印度和巴基斯坦 OK 是 那我经常这么说 那你经常说 中国的地方 卫生设斗差 生活条件很差 动物和人 就整体住在一起 那我想一下 那我想一下 比印度差 对吧 对吧 差得比其他那些 更加加浪的国家 对吧 那为什么历史上 从来没有听见 这些大疫情爆发在印度 是从来没有的 是的 其实呢 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呢 就是印度的同学疗法是很流行的 OK 印度有百几百家同学疗法医学院的 有几百家医院的 所以呢 在同学疗法呢 在印度是非常普及的 那在前一段时间 在那个好像不知CNN 不知BBC 有一个报道呢 就说印度总理Modi 就呼吁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同学疗法 来医这个流感的 是的 那就是其实呢 这个是官方已经说的了 是不是 它应该是可以说的 那其实呢 应该是解释意思就是 其实同学疗法呢 是有效地医治的 不是说没有药医的 是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你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就是将来呢 真的如果要爆落的时候呢 是一种不同程度的发展的 OK 那最后呢 我预测呢 你对后你会看到呢 用什么方法 就决定什么 outcome的 你方法用得对呢 你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了 是 好了 那现在在 认识一个朋友 他说有一个朋友在巴黎 就好像中了蕉了 那他问我怎么算好 那用什么疗剂 那他说 他当来他的朋友怎么处理呢 他们也是打电话的 跟医生说 那医生说 你用那些paracetamol 用那些退消药 用那些简单的药 叫自己去药房买的 那也都不是要他来诊所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你有什么病 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西药 可以再给你 不会帮你打针 不会做吊针的 那就叫你外面买些成药说素的 那好了 那其实呢 万一我经常都这么说 现在呢 中药的 这些这样的资料 网上已经全流得很厉害了 那怎么肯定呢 很多人就会去用这个方法 是 那在网上已经有些报道了 他说在伦敦啊 和纽约啊 唐人街啊 以前很多的中药床 他说现在已经卖光了 那些药是不够用了 那就是 我也都听到呢 早上在中国呢 很多的中药材呢 一般的那些市民呢 就不让他去买的 那我初初就觉得 那怎么搞错啊 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去买这些药呢 那其实很明显呢 这些药材呢 如果给大家人去抢购呢 肯定就没有了 是不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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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这个都是 就是 当然一种是有效的方法来的 但是始终呢 如果真的问题严重下去呢 是中药材呢 是不够用的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那你有用光疗 光疗呢 其实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地方的人用的 那 苏联有的 聖皮特斯伯呢 就是有些医院是用的 那 苏联也有同一个疗法的 那我觉得呢 我预测的是 那些地方呢 肯定死亡率不会很高的 是 印度啊 巴基斯特斯伯乱疗不会很高的 那 其实背后就是看用什么方法去医 那 那么多种的方法呢 我始终觉得呢 是那个同类疗法 或者顺势疗法呢 是最有机会 最有能力呢 是帮助全世界的多数人呢 是处理的 因为这种药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用之不准 气息便宜 凉净 是完全不会有副作用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我在香港呢 教授这个同类疗法的课程都很几年 是 那我们上年 十几年前呢 那我就讲了一课呢 大概四五个小时的 一个周末 一个星期日呢 我就讲了 怎样用同类疗法 用同类疗法的疗剂 去治疗的当时的SARS 那我最近呢 这个新典型肺炎 我出现了 那我亦都开了一班呢 就是在教授呢 怎样用同类疗法的疗剂呢 去处理那个肺炎的 那听的人都很多 我当时我们的班分 大概四十人左右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这个资料呢 我觉得呢 在如果这个问题呢 如果真的再爆发下去呢 其实呢 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除了我们过去 我们在网台都教了很多 吃洋葱啊 吃那个风胶啊 吃那个 薑黄啊 大蒜啊 大蒜啊 这些 那其实呢 当然很多很多的方法 那包括呢 现在清肺解读的那些 那些中药方啊 都是很多的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方间的工具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都觉得呢 是大家可以呢 就是呢 就是买这个课程 就是起码你学了 就是有什么时候起来呢 记住呢 就是 你起码知道 想办法自己去 及早去治疗 因为很多这些这样的症状呢 早期是多数很轻的 不会一开始就变严重的 那其实早期的轻症呢 你用适当的疗剂去处理呢 它就会医好了 就不会变成中度或者重症的 就算有些是 很快变成重症的肺炎呢 也都可以用同样的疗法去医的 那同样的疗法呢 我觉得呢 是比中医药呢 的配方容易很多的 嗯 同样的疗法呢 总之呢 是每一单只去处理某一组的症状 那如果你能够找到的疗剂呢 是人都可以用的 是人都可以用得成功地用的 是是 就不需要呢 中医是比较复杂很多的 要加减方啊 治乎症状是比较麻烦一些的 那同样呢 这个呢 这是一个最好的了 那其实同样的疗法呢 大家买了一套大概三十多只 包括大部分的感冒用得着 大部分的肺用得着的 那就先放在家里面 因为这些药的好处呢 就是不会过期的 是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不会过期的 那如果真的需要用的时候呢 肯定是一个非常之有效 非常之安全的工具 那所以呢 我们遇到这个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是有很多武器的 嗯 不过这个武器呢 就被人成为一个秘密而已 是不是 不肯公开啦 那所以你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都 就是那个药厂西的势力呢 真是很势力的 嗯 就是竟然 竟然我们 严重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呢 我都不敢说真相 这个真相是 有弱意 有办法意 是 只不过呢 法律呢 就不让你说 是 是 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呢 我们现在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社会呢 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 的 的 的情况 那所以有些人说呢 这个地球都 趁这个机会重新执过啦 全部烂过 重新来过呢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都应该是这样走的 因为就是太多问题了 都不知怎么怎么 如何执起这样 那所以呢 大家记住啦 最重要是有真相 最重要是了解过 有正确的资讯啦 那大家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对这种这样的 这个新病毒的疫情呢 是可以呢 是从容处理得到的 那 证言你说 那个 那个群体免疫呢 会不会出现呢 当然会出现啦 那不是说要个人病死了才出现的 是 如果你能够懂得处理 懂得预防的 那很快些人呢 大家都接触过啦 感染了啦 产生了一个群体的免疫呢 那就过去咯 那过去其实都是这样过的 所以这个的 英国人说的那样东西呢 是一个事实来的 就是大家就不要觉得 他就说这么残忍啦 那样 其实不用残忍的 那后果怎么样呢 是视乎你自己 认不懂得 他怎么去处理的 没错 没错 OK 好啦 那么 那经压袁医生 帮我解释了啦 我希望呢 就是听到我们 就是听到我们的听众啦 也都说了 给你身边的的的 的治爱呀 你的的朋友 知道呢 其实呢 要彻底解决这个 这个疫情的武器呢 除了我们自己的 保重健康之外呢 其实是已经是 有一些的治疗方法的啦 那只不过呢 是不要广泛给 那个媒体 或者政府那里 肯 那么公开这样去 是说出来的 那希望大家都 多点去了解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站 看多点了解 那个同类疗法 那个的效用啦 那和在这个新冠病毒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已经是有很多 就是很多集呢 是教大家 怎样做一些的 比如可能 饮食上面的预防啊 或者是甚至乎呢 是阿袁医生 那两个的课程呢 就都已经是可以 在那里 那些DVD 那些那些 已经在我们的健康店那里 就已经是有得出售的了 那个感冒那个 那个肺炎那个 也是可以有的了 那和一些疗剂呢 也是可以 可以在我们店铺那里 那里呢 可以买到的了 那正如刚才医生所说的了 大家要作主 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家人的方面 做一些的预备的了 那这个是最彻底 可以呢 将你改变那个新冠病毒 疫情的一些武器了 个人都可以自己拥有的 好啊 今天多谢阿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分享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药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